朱正伟说 这黑泥糖一年能捞出300万 这黑泥里能有这么多钱啊 那怎么个捞法呢 记者也想体验一下 没想到刚走了几步 就遇到了麻烦 这边记者还没出来呢 那边摄像啊 也陷进泥里出不来了 本来说要拍摄这个泥潭友 多么的艰难抓着分鱼 结果发现连摄像师大哥 都已经陷进去出不来了 走的时候站在这个地方 不能时间久 时间久它会卸下去 我们的工人都是比较 它基本上都是 担心有一点下跪的 一二走 最后在鱼工的帮助下 才把大家拿了出来 把萝卜 把萝卜 出来了 记者按照周政伟的说法 重新来过 跪下来 对跪下 像我们这样跪下来 担心 跪下来 你就跪下来 可以担心 你可以这样跪 我们这边就这样跪下 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跪着走了 你看我前面这条 你看我抓了它的尾巴 马上要出来了 什么 出来 是不是黑鱼呢 黑鱼 要抓它头 抓它头 抓它 看 黑鱼 出来的 这边还有 你看 又是一个 你看 真的是 你看我们下面全部是的 这都是猪大哥 的心血呀 不要笨了 别看这些捞出来的鱼 黑乎乎的满身都是泥 它们可是朱正伟的宝贝 一年能给朱正伟 赖来三百多万的收入呢 帮来四百多万的收入呢